預售市場最能夠敏感的修出 到底投資客現在在市場的情況和熱度 就發現政府一出手之後 投資客來得快去得快 突然之間都淹消五月三 以前去市場可能有一群人 現在去可能只有一些人 通常是不是大量試出 大量完工的那兩三年 市場價格會很亂 可能會出現一些就是在 新城屋、預售屋跟中古屋 三個的一個比價的效應出現 那會選擇說到底要買哪一種產品的類別這樣 所以價格的部分可能就會受到一些衝擊 其實在這幾個月來看 尤其像八月、九月 以我們自己內部的一個交易的狀況來看的話 的確就是買方在購物心態上面 真的是比較觀望一點 相對是比較保守 賣方還很硬 還不算有動動的一個跡象 其實賣方還不願意讓你 對 但是買方他也不太願意去追價 因為他看到就是整個後市沒有說 明朗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樣升息 其實對他們的購物壓力也比較沉重 那不就撐住了嗎 對 就會撐住 因為武俠大師在那個 在決鬥的時候 雙方都不出手 都不出手就在那邊一直 對峻 短期可能價還不會這麼明顯的 下滑 相當主持人說買方市場 對 但是 目前看起來 整個這一兩年的房價的 往上衝了走 是應該也到了一個頂了 大家好 我是阿關 又在操板水的咪咪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要談談什麼呢 談談房地產的拐點來了嗎 如果房地產的拐點真的要來的話 那麼賣房子的是不是要快快賣 買房子的是不是要好好等一等呢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到 永慶房屋夜管部協理陳思潔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也邀請到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理 陳金平 金平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一次永慶做了一個 蠻有意思的分析 這個分析的時間點也蠻有意思的 是把今年的上半年 跟去年的下半年做比較 對 我們很少這樣比 很少這樣比 一般我們是QQ 比如說我們這個季度 跟上個季度比 今年的同期跟去年的同期比 或這個月跟上個月比 很少有今年的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比 對 這一次特別做這樣的一個分析 其實主要是想要看 因為去年的下半年 其實預售屋的市場 來到了一個爆量的一個狀況 去年下半年爆量 那發生在什麼地方 發生在去年的疫情之後 解封之後 就是三級警戒之後 之後之後 開始就往上一直衝 一直到年底都是高峰 那12月的時候 又公佈了新的打房的措施 所以才特別去看說 在措施公佈 還有在去年這個疫情後的整個高潮 到今年1到7月的同時來做一個 前期跟後期的一個比較 也就是我們來比較看看疫情 應該是說三級警戒解封之後 還有市場的情況 跟政府推出打炒房之後 今年的市況 我們來比較一下它出現什麼變化 好 那我們先講去年好不好 去年在 6到12月 三級警戒解除之後 哇 量增加的非常明顯 大家突然之間 之前沒去看房子的啦 想買房子猶豫不決的 突然之間 都像猛虎促俠一樣 八月完之後 你看到那個柱狀 八月圖之後就直接拉到 1700 1700 1800 1600 直接就是在這個高檔 一直在高點 一直在高點 所以去年928應該是賣得好的 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你看到9月份嘛 9月份就爆大量 當然也在去年在這個時候 也就出殺生了一些草房的新聞 就在這個時候就出現 草紅單啊 所以後來就 啊不行不行 所以今年才會推出大草房 那時候 那時候什麼 拿現金上百萬去買的也有 貴婦 不然就是 這個新竹 據說連接待中心都沒幹 對 就賣完了 就已經賣完了 沒有接待中心就賣光了 這種事也有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出現了 投資客重出獎股的情況 然後這種就出手了 所以你才會特別做下 今年的上半年 就是在出手之後 從去年下半年 就是12月出手之後 今年上半年的表現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 今年的1到7 跟去年6到12 做個比較 我們看量的部分 其實見數已經明顯有下滑 那叫小老師有效囉 出手有效 然後再來是總價部分 在總銷金額部分 也下修了17% 對 這次還是這一次 特別做這樣的角度 來看看整個 預售市場的一個變化 好 所以因為預售市場 其實也是 投資客最喜歡投資的市場 好滿喜歡買預售 因為它就像買期貨 它可以槓桿比較高 對 不需要花太多錢 所以預售市場最能夠 敏感的修出 到底投資客現在 在市場的情況和熱度 結果發現 政府一出手之後 投資客 來得快去得快 突然之間都煙消雲散 所以 從借數的角度來看 從金額的角度來看 都出現明顯的下滑 分別下滑了 25%跟17% 好所以我們再往下來看 我們一樣 那七都的部分 七都來看 因為剛剛其實提到 預售屋其實一直就是 區域房價的火車頭 也是我們把它當成是 前期指標來做觀察 因為它也會影響到 所以它的價量變化 其實我們也是要密切關注它 要看 這個七都的狀況 我們一樣先看 上半部 先看一樣在量的部分 那量的部分 衝擊相對明顯的 前面我們剛剛講到 很好的那幾個區域 到這邊反而是衝擊大的 因為它頭科多嘛 頭科緊張了 所以你看 第一個 高雄市 在去年下半年 跟今年上半年 直接腰斬 衰退了51% 台積電光環褪色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衝擊相對明顯 是新竹 跟台中 也掉了將近四成 就是在 預售市場 預售市場的部分 對那量的部分 相對平穩的 看到新北市 其實只有差3% 所以整個新北市的量 還滿穩定 是不是反應投資客 比較少 不敢這樣講 但是整體來講 它表現是最穩的 但是看來這一兩年 投課最多的都是在中南部 中南部 對 所以北部確實投課比較少 那下面是架對不對 架的部分 那架的部分一樣 衝擊最大還是在高雄 高雄 也掉了45% 那一樣衝擊相對明顯的 也落在台中跟台南 26跟24 是相對衰退比較多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新竹 那我想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 那這樣子真的很confused 剛剛不是才告訴我們說 台中的價格也沒什麼跌嗎 預售價格還大漲 那怎麼這個地方 總銷會大跌那麼多 所以這是不是代表 它的單價沒有跌 但是它以前可以 一個案子clean的 或者賣7成的 現在可能只有賣3成4成 所以總銷金額會跌啊 所以總銷金額跌 不代表是單價跌對不對 因為從我們剛剛的數字來看 它們的單價 預售物的單價沒有跌啊 它的預售物單價還大漲 總銷金額跌 直接反映的就是它的量 建數也少 所以應該是反映的是銷售量 換句話就是說 我們的觀眾朋友不要搞錯了 不要以為說 看到台中跌了26% 高雄跌了45% 你以為是價格跌了那麼多 不是喔 它是總銷金額 意思就是說 預售物過去 人滿為患 或者一去就說 已經clean了 沒有出 那種情況現在已經沒有了 對 沒有看到 所以因為那種情況呢 在交易量出現了明顯的萎縮 所以它總銷金額會大跌 但是不代表它是單價下跌 沒錯 所以只代表它市場突然之間呢 就變了 不變了 以前你去市場可能有一群人 現在去可能只有 一些人 可能有這樣的差別 現在一群人變一些人 改變了 所以這個不要搞錯喔 雖然上面是量 下面是價 但它指的不是單價 它指的是 預售物線在銷售的熱度 所以這張告訴你 是預售物線在 頭客大批腿場 所以高雄 新竹 台中 現在在預售市場的交易量 出現了明顯的萎縮 那新北不太受到影響 所以這張其實是要這樣來做解讀的 對 好 我們再往下來看 那我們再來看的是 這是全台灣的 對 最近三季 從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 再到第二季 在整個 一樣在量跟總銷金額上面的表現 那量的部分我們從柱狀圖看得到 連續三季其實是往下在萎縮的 所以見數是少了47 47跟從去年第四季到現在 那總銷金額的部分也是一樣 從紅色這條線 從1726一直到975 所以也是連續三季 這個也是代表整個市場買期 整個責樂度 這是叫買期 我們會講個別 只是我們是看近三季 對 連續看三季表現 那我們現在時間是看 我們這個不同 跟剛剛不同的資料 是我們看到的是 去年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跟今年第二季 從去年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這是最近三個季 那往下我們再一樣 那往下一樣看七度 七度的表現 對 一樣看在量的部分 整體的量大 那衝擊的大的是高雄 因為其實它去年第四季到1476 那到今年只有557 這是高雄 那再來是台中 從2691到1114 也掉了快六成 58% 那再來就是台北 台北整個量就小 但是到第二季它量更小了 所以533到24 也少了快八成 那台北是不是因為它本身的 預售物市場就真的很小 就是很小 現在預售物市場 大部分都是杜根岸 那據說很多杜根岸 現在不敢推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的供期 原物料的成本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對建商來講 現在的變數很大 所以很多都更的案子 現在還是堅在哪裡 所以台北 我覺得因為它那個量太小 在預售市場量太小 它比較不具有指標意義 那比較重要的我想還是台中 台南高雄跟新北 它所呈現出來的數字 甚至代表市場的買氣 不過我們也來談談 金平 是 那現在預售物市場 跟建商的心態有關 對 那現在建商有沒有 比較保守的心態在推案 我們看到這一張圖呢 它就是建造 然後新屋開工跟始造的一個狀況 那藍色這條線是建造 我們看到建造跟去年同期相比 其實只有減少1% 所以表示說它建商在這個建造申請的部分 它還是維持在一個比較高檔的一個水準 那但是我們看始造綠色這一條 它目前是成長大概6%左右 所以相對穩定 它並沒有大幅的成長 但我們另外看到紅色這條線是新屋開工 就是建商申請建造之後 實際做開工的一個戶數 它的戶數是比去年大幅成長22% 哇 這個曲線是比較重要的 對 所以紅色這條線很陡耶 對 那主要是因為前兩年也是因為 所以就是供料雙漲的一個原因 其實它很多 所以它們已經有延避到 對 有延避到 那延到今年才真正的開工 所以在今年的部分 它有一個大量的一個新建的一個狀況出現 當然有可能跟政府規定 18個月一定要開工 對 有可能 因為他們現在去跟銀行借錢呢 你借了錢就18個月不開工的話 銀行就收閃了 所以他們逼你開工 所以很多建商都被迫開工 對 可是開工代表什麼意義呢 開工代表 那可能未來兩年它就要交屋了 對 那交屋就是代表市場的供給 對 所以這個非常陡的角度要特別留意 紅色這條折線代表是開工 那如果2021年到2022年這段時間呢 開工量這麼大 那我們一般正常房子大概蓋兩年來看 對 是不是在2023年開始 交屋量就蠻大了 就是新屋完工的一個 就是完工場 所以這個賣壓也要稍微小心 對 也是要小心的 對 也是要小心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來看 再來看完工戶數喔 這個怎麼解讀啊 赤姐 好 我們這一次 因為剛剛前面看了過去的表現跟今年 接下來要看市場的供給的部分 再接下來 因為既然之前有這麼多的預售屋成交了 那後續的供給落在什麼時候 我們就抓接下來的六年 從2022抓到2027中間我們來看 那這六年裡面的供給量大會落在哪裡 高峰啊 高峰 我們看得到2023年就來到第一個高峰 那時候有五萬戶的一個交屋量 然後再來到2024年也有四萬四 然後2025年是三萬八 所以2023年可能去2021年開工的對不對 對 有可能 很有可能 更大的案場可能會再提前一點 更之前一點 對 那所以整個未來的六年 目前統計看得到全台 就有13萬戶的新案公計 但是整體會落在2324跟25這三年 那現在已經是2022年年底了 年底了 對 難怪永慶會說 不排除出現房地產的拐點 因為2023年如果這些交屋的案子 流到市場的話那不得了 這個賣壓就要特別留意囉 對 所以這些過去的預售完工之後 對市場形成的壓力而留意 所以這次看到是全台灣對不對 全台灣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 比較細的數字 我們從六都來看 我們第一個台北市 台北市整體的量是比較 供給量是比較少 但是我們看到它的高點是落在2025 那時候會有2500 對 那2024大概就2500 我們再看下一個 再來新北 新北的整個六年來會也是從2023年開始 跟2025年是這兩端是相對比較高的 高峰 對 那都將近有一萬戶 那2024年相對比較低一點 但是它整體三年也會出現 將近三萬戶的新屋攻擊 所以也算是大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再來是桃園 那桃園因為之前其實銷售成績非常好 那看起來都密集會在2023年會是 馬上就出現了高峰 桃園非常明顯 一致如秀就是2023年是最危險的時候 對 那其實它這六年整體來講會有1.2萬戶 但是在2023年就佔了三成的供給量 光這一年 這是桃園的狀況 那我們再往下 新竹縣市 新竹縣市 也是2023年 對很陡峭 就2023年上去 然後後面就下來 所以剛剛說為什麼它價格表現相對也好 因為它的推案量就是明顯比較不足 但是也要小心 同樣明年是要小心的 OK 我們再往下看 在台中 剛前面一直重複提到的 那它整個六年會有2萬6千戶的一個供給 新竹縫 那2023就先來到第一個高點 有8千7 然後再來是7千 7千3百戶左右 然後到2025年是整個高峰 有到1萬戶 超過1萬戶的供給 這是在台中的部分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 台中會不會還可以表現這麼多 那麼好 它看來高峰還稍微比較後面一點點 所以它的最危險的時間會是在2025年 對 台中的危機會出現在2025 好我們再往下來看 台南呢 再來台南 那台南一樣在近六年會有1萬1千戶的一個供給 那從2023年開始往上 將近3千戶 然後2024年到達4千 然後2025大概是3千7左右 對 這是台南的狀況 那再來是高雄 那高雄一樣在六年內會有出現1萬戶 那最高是在後年 2024年才會達到26% 大概5千戶左右 那再來就是明年的3千6 但是我們剛剛從前面這幾都看起來 大概就是集中在2023 2024 2024 就是2023 2024 2025普遍是六都最危險的時候 最高的 但是每一個都會需 它的高峰期不一樣 不一樣 有些稍微比較早 有些稍微比較晚一點 但是大概都集中在這三年 所以景品 通常喔 預售屋大量交物的時候 對市場通常會找到什麼影響 你們的經驗來看 通常就是如果大量交物 那現在有房地回稅啊 交物的時候它賣它不是 要繳很高的稅嗎 對 那可能就是要看它自己 就是負擔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支撐啊 那所以說大量的一個完工潮之後 市場也許會出現就是大量的一個供給量 所以通常是不是大量試出 就是大量完工的那兩三年 市場價格會很亂 對 可能會出現一些就是在 新城屋 預售屋跟中古屋 三個的一個比價的效應出現 那會選擇說到底要買哪一種 產品的類別這樣 所以價格的部分可能就會受到一些衝擊 好 所以刺激的經驗呢 剛剛景品提到 確實跟持有的屋主自己的資金 有相當大的關係 因為雖然現在有房地合一 也許現在交屋完之後不會像過往 這麼大量的試出 因為它交屋之後才剛開始進行房貸 才剛開始要繳房貸 那有些房貸可能還有前面的寬限期 所以有些業主可能也會在觀察 如果他真的想要試出 也許可以先透過出租的方式 可能觀察市場一年兩年 或整個上市的狀況 但是你知道其實 交屋雖然就像雖然我們剛剛講 雖然他有房地合一稅 所以很多人為了怕繳高有的稅金 所以他可能會hold住兩年再賣 但現在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我自己朋友跟我講 他說很多即將完工的房子 就會在過戶前趕快賣掉 那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候 比如說八月要過戶了 那即將完工了 他可能六七月他就趕快拿出來賣 或四五月他就趕快拿出來賣 所以在交屋過戶前的那段時間 可能也是賣壓試出比較高峰的時候 而且現在不准換約的這個修房 還沒有過 還沒有過 對 如果過了之後他當然將來 可能就沒有辦法換約 可是到現在還是可以的 所以雖然我們剛剛有提醒 這三年是危險年 因為大量交屋 那可能一般民眾會想說 現在有房地合稅 他賣要繳那麼多稅 他真的會在這時候賣嗎 會大量試出嗎 他們可能也因為這個關係更早 就是在交房子之前 在過戶之前的前幾個月 他就開始賣了 這個不一定有可能 而且將來可能不能換約 所以現在能換約搞好 趕快下車 趕快下車 所以要留意 這個三個年度都是危險年度 所以也許高峰虛落在 那個年度的再前幾個月都有可能 這個也要特別留意 最專業的房地產知識 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馬上訂閱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好 我們來講一下升息 今天一定要來講升息 這張圖呢 我們提醒觀眾朋友 今年呢 其實我們的央行已經升了兩碼 美國已經升了九碼 那麼央行第一次是跟進升了一碼 後來升了半碼 再加半碼 所以總計升了兩碼 那麼總計升了兩碼之後呢 我們現在的利率水準是 1.854%起 告訴觀眾朋友 這個數字裡頭最重要的字 是哪一個字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起 不是那個1.854啦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你現在去銀行借錢 你以為你借得到1.854嗎 現在都2%了 所以不要以為1.854就是1.854 不好意思 是1.854起 所以呢 之前呢 因為鋼琴需求很熱嘛 賣小宅的啦 手購的啦 這個市場熱得不得了的時候 他們說那時候因為利率很低 就大概1.4 1.5 甚至很多手購租 他都可以借到1.4 1.5 那現在在連續升息之後 恐怕現在借到的利率大概都是2%左右 如果你條件好的話 也許你是手購租 有機會借到1.8 1.9 但大概都已經到2%了 所以現在的利率來到2% 消費者在不在意 有多在意 刺激 到了2% 我們在之前的調查 其實有大部分消費者 還是用後面還會再升 對不對 那到底對於他們的購物醫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刺激要先跟我們講 消費者會不會負擔過重 OK好 我想在我們這一次的調查 是在這次公佈 在升息半碼之前的結果 那消費者 從調查結果看到 有 如果升息是超過2碼 有將近八成的消費者 他會明顯感受到 在貸款上是會有負擔的 那如果剛剛主持人想到 已經到2%的話 已經比我們 當時試調的又更高的話 這個我想是相對會更感受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做的調查 我們這份調查是 這個是我們8月中到9月中 所以8月中的時候呢 我們當時升1.5碼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升2碼 所以如果再升1碼 我們應該怎麼說 就將近八成的消費者 認為負擔太重了 對 所以剛剛我們前面 一直在提到的 為什麼 哇 陳鞋裡一直 自己也一直覺得會保守 因為升息這件事情 也會讓買方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縮手 對 會縮手 好 我們在 跟升息有關的調查 其實蠻多的 這個包括 會不會影響到 你買房子的計畫 會不會影響到 你賣房子的計畫 這將是 買房子的計畫 對不對 那這次調查 有4成5的消費者 會因為升息 他就會把原本貨物計畫 會稍微做一些延遲的狀況 他要算一算嗎 好好算一下他的錢 將他購不購付 對 也許他想要再期待 房價上會不會有一些變化 再來考慮進場 有可能 那他想等一下 也許想等一下 對 那另外有 大概將近4成 是認為不影響 當然因為如果自住的話 剛性需求 也是10成的關係 他還是必須要進場 對 所以這大概是 在購屋的部分 買房子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 賣房子的部分 那賣屋的部分 是有4成2的消費者 他認為升息 不會影響他的售屋計畫 就是該賣 就還是一樣 繼續 那只有3成4的 他會延後 這個購物計畫 好 那因為 售屋計畫 對不起 3成4的售屋 因為買房子 應該是說買房子的人呢 升息對他影響比較大嘛 對 他要繳利息 負擔的問題 對 所以他就要 稍微再等一等 他也希望房價能夠 因為這樣要下跌 但是賣房子 反而想說那我趕快買一賣 所以當然有比較高的比例 是不會影響到他賣房子 對 因為他怕市場的買期會越來越弱 所以最好趁著現在 熱度還滿熱的時候 趕快來賣房子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升息對買屋的人影響 當然是比賣屋的人影響來的大 但我們回到前面 前面其實針對升息 我們還有一份調查 對不對 前面我們有講到 到底有多少人認為 會 還會繼續升息 大部分人都相信 還會繼續升嗎 對 這次調查七成三 其實跟上一季的成績差不多 大概都在七成左右 所以應該說整體的消費者 對今年台灣的升息 其實是心裡 是有準備的 那今年還會繼續升息嗎 因為九月份已經升了 那下一次有可能是在十二月 十二月不排除還會再升 那這一章是告訴我們 他們認為會升幾碼呢 認為升半碼的人還是蠻多的 對 在這一次 九月二十二公佈之前 有四十二%認為會升半碼 對 但是現在看起來 已經會超過半碼 因為半碼 九月二已經半碼升完了 對 那就看十二月會不會再升 對 那有三成績認為還會再升一碼 所以一般消費者都認為 還會再升息 他們也都做這樣的心理準備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確實影響到他們的購物意願 到底升息啊 影響到什麼樣的族群最多 應該是年輕人吧 對 手購 對 手購一定會對他們的影響 購物負擔會造成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還有會不會投課影響也比較大 因為投課買太多 對 如果投課的話 可能他要付出的資金又變更多了 因為他們最喜歡做高槓桿 對 所以如果一生十九 你不要看一間房子生半嘛 生一嘛 他手上要是二十間房子 那可不得了 所以據說通常投課都會在這個時候 稍微做解碼嘛 降低他的壓力 所以投課和手購組 或者是鋼銜需求的支出 和年輕人是影響比較大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通膨好像下來了對不對 次姐 通膨我們從 這個物價指數我們看起來好像稍微降溫了 相對之前現在是2.66 剛剛比之前的3.59 是來得明顯有一點下滑 這次我們也針對消費者對於這個通膨 下半年通膨的通膨率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看到連續四季下來 從73% 71% 69%到62% 認為通膨會持續上漲 這個曲線是在往下的 當然這也反應可能消費者對於通膨 第一個有預期心理 第二個他可能覺得 認知就是不會像之前這麼明顯 可能就是通膨的速度會稍微放緩一點 所以他們認為壓力不會那麼大了 所以看起來數字也是這樣子 最主要是油價下來了 鋼筋下來了 所以大家也明顯地感受到 好像通膨的壓力沒有像之前那麼嚴重了 所以通膨確實有放緩的趨勢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消費者對於購物的想法又是什麼呢 雖然通膨有稍微降溫 但還是很高啦 還是很高 特別是歐洲很恐怖喔 歐洲天然氣暴漲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去歐洲 路上的路燈是沒有全部開的 所以現在歐洲都暗磨磨 然後特別是德國的家庭 回家只開一盞燈 他們現在已經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了 雖然通膨似乎有降溫 但是很多全世界各國的通膨仍然很高 那麼這麼高的通膨再加上 我剛剛今天看到新聞說 OPEC說他們要大幅度減產 大幅度減產 那油價可能會再漲 所以通膨短期降溫 長期能不能真正降溫現在還是一個問號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 在這個高通膨時代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抗通膨呢 OK 那這次調查 在許多選項裡面 不動產還是消費者 但有能力就優先以動產 作為抗膨膨的標的 在這幾季表現大概都是維持 第一名這樣的一個選擇 這好像是更生地步的概念 大部分 就是反正通膨來了 就是要買房子 智產就能夠抗通膨 因為通膨來了 物價都漲了 錢也變得補你知道嗎 對 錢越來越補 要怎麼做 還是買房子可能比較特動 這是大家的想法 好 所以消費者認為 什麼時候是最好買房子的時機呢 好 那這一次的試調結果 因為整個對房市的前景 沒有這麼樂觀 所以整體的購物心態 是轉區比較觀望 其實你看只有16%會認為 今年的下半年是好的購物時機 那我們看最多已經有三成 已經直接是到2024年以後的事情 他們要等到2024年才來 對 所以2023上半年 2023下半年其實都是2625 其實整個來講就是都很分散 大家其實比較保守 不過我要提醒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到2024年會說 那總統大學年我要買房 所以永遠都在等 所以很多消費者 今年等過明年明年等過後年 所以永遠買不到房子就是這個原因 來 我們也來講一下 我們一起精品講一下 你現在感受到的 從剛剛講升息對不對 是 再講到通膨 現在再講到購物時機 我們都會再來講賣房子 因為影響比較大的還是買房子的心態 對 所以現在整個市場對於升息通膨 和整個景氣的抗壓性 影響到的買房醫院到底影響有多大 實際上 因為這個是調查嘛 對 實際上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幾個月來看 尤其像8月9月 以我們自己內部的一個交易的狀況來看的話 的確就是買房在購物心態上面 真的是比較觀望一點 相對是比較保守 因為他們 所以他們在出價上是 也是比較保守 所以現在其實是買房市場對不對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不到買房市場 還沒有到完全買房市場 對 因為賣方的心態其實還是 賣方還很硬 還不算有鬆動的一個跡象 其實賣方還不願意讓你 對 但是買方 他也不太願意去追價 因為他看到就是整個 後世沒有說明朗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樣升息 其實對他們的購物壓力也比較沈重 那不就撐住了嗎 對 就會撐住 因為武俠大師在那個 在決鬥的時候 雙方都不出手 都不出手就在那邊一直 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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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姐來談一下 那賣房子的心態呢 賣房子的 61%說下半年我不想賣 對 這次調查結果出來 是有六成消費者認為 下半年不是售屋的好時機 對 那當然我覺得也要 這個要密切觀察 因為現在市場變化其實 一季季變化也滿大的 那接下來又跨個年度 對 所以目前的相況是呈現 錫瘦 錫瘦 對 那是不是也在觀望 我們覺得也可能想要觀望一下 市場的變化 因為現在的那個因素太多了 大家可能想要再看看 但是 有原則就有例外 有兩個區域 實際的就是只有新竹跟台南 比例是比較高的 高於全台的佔比 對 所以他們是相對比較特別 新竹跟台南 金平來講一下新竹台南 新竹台南這兩個區蠻特別的 大家都很觀望 就是他們超過四成的 還說 不錯啊 下半年我好好來賣一下房子 我覺得這兩個區域來看的話 可以說是因為他們 整個房價的部分其實 漲幅是很大的 在過去這兩三年來看 所以他們是不是有 市場讓一點力 他們還是賺很多 居高思維 覺得說目前房價 可能是來到一個高點 那趁這個時候趕快出拖 不要貪心 不要太貪心 對 因為漲太多了 不然你要怎樣 主持人講太多 這兩個真是關鍵 太多了 漲太多了真的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價格漲太多 所以新竹跟台南漲太多了 對於社務者來講 他頂多讓一點力 對 寧願這個時候趕快 趕快獲利了解 所以這兩個地點呢 新竹縣市和台南市 可能在下半年呢 在市場還會相對是比較熱的 因為他們願意把房子拿出來賣 甚至屋主可能願意讓利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 我們來推估一下今年吧 OK 整個今年到年底 我們推估到今年年底的整個交易量 去年整年是34萬多 將近35萬 那從今年剛看到1月到8月之後 其實整個量體開始有在萎縮的狀況 預估全年可能會落在31.5萬到32.6萬 那相對去年大概減少6%到10%左右 是我們目前推估出來的數字 好 所以今年量縮可能是無可避免的 對 所以我們往下看得到 如果我們要下一個結論呢 對 從調查跟分析來看 應該是屬於價平量縮 就剛一開始這個葉總經理也提到的 短期可能價還不會這麼明顯的 下滑 像剛主持人說買房市場 對 但是目前看起來整個這一兩年的房價往上衝的走勢 應該也到了一個頂了 對 所以剛前面主持人提到這個拐點 房價見頂 所以應該接下來密切地觀察 所以我們目前2020年的趨勢 還是屬於價平量縮的格局 還沒有到價跌 我們最後各給20秒鐘 我們提醒現在不管是買房子 還是賣房子的消費者呢 到底他應該要什麼樣的心態 你們給他什麼建議來 來 精品先說 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價格應該是相對比較平穩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是要看 所以現在可以拿著官刀去殺價 我覺得殺價可能倒沒有辦法殺很多 但是就是如果看到就是喜歡的房子 有沒有5%的殺價空間 5%可能有機會了 應該是有機會 尤其是中古的部分 的確是可以趁這個時候就是 趕快進場去看看有沒有符合自己需求的一個房子 好 刺激的意見呢 OK 我想還是如果買方來講 我覺得自助需求啦 因為自助我覺得現在還是可以積極看房 那年前年後都是一個好的進場時機點 對 那我覺得 現在如果看到喜歡的就積極的談價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時機點 跟去年跟年初比起來 現在對馬來講應該是一個比較好去 價格比較有機會鬆動 對 比較可以去談價 那如果售屋來講 如果過去是屬於自產的 如果你確實這個增值獲利相對高 那未來沒有自助需求 那當然我們也建議 在核四的剛提到浪利的情況之下 也許就可以釋出 在這時候做一個轉手 因為現在只是市場剛到一個頂而已 還沒有往下的這個趨勢 所以如果要做賣屋 我覺得現在也還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好 謝謝兩位給寶貴的意見 也謝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買房賣房都很順利 操盤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 打開小鈴鐺喔